这八所美国大学更新留学申请要求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Sanding Agoste University 硕士计算机科学专业申请 如果学生已有硕士学位 则需要提交一个申请第二硕士学位的表格 学校批准之后才会审理 迈阿密大学 University of Mainami 金融硕士专业必须要提供 Grigmet 否则申请状态将一直处于材料部其中 学校不予审理 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申请硕士应用统计学专业 1-20的时候需要提供官方成绩单 没有的话学校不给制作1-20 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 本科转学要求在申请阶段提供存款证明 否则会一直材料不齐导致巨录 宾州州立大学 本科转学经济学专专业可以给在美国学习满两年的申请人免语言 但是其中的ESLINTL Cousins不能算到这两年的免语言范围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收到JED 激活信息后需要尽快操作 包括延期的学生 否则失效后需要学生本人联系学校IT部门才能激活 通过电话激活会询问学生较多的个人信息 以便确认身份 圣地雅各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硕士金融专业交纳押金 如遇到系统支付不了的情况 可直接在福利外 上搜索学校名称后缴纳 俄亥俄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本科转学需要做学信网成绩单认证 且认证完成后 需要通过学信网发到 esuganstudentatosu.edu 邮箱 学校才算成功收到